你今年有想要或是規劃出國騎車嗎? 上次影片我們說到為了要了解 泰車之王Pasoni 的魅力 我們很衝動的飛了一萬公里 來到義大利的Pasoni 總公司參訪 而既然都來到了義大利 不可能不要求他們帶我們騎一下車吧 在國外騎車除了行程規劃之外 我相信很多車友也很注重照片或是影片該如何紀錄 所以這支影片除了是一部 唯美的義大利單車 Vlog 之外 在影片的後半段 我還會根據我們拍攝數十支單車 Vlog 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個人單車旅拍要拍得好的 最佳相機配置公式 我覺得這才是全景相機的目的 天氣超好 我們現在要去Pasoni 的總部 換作他們的Vin 然後一起開去Komo Lake 然後你會看到湯的 它是很高的 幾百米 很棒 很棒 現在我們要去看我等一下要騎的Pasoni 超級漂亮欸 超級漂亮的 太原色了 然後搭配這個亮面的黑 這台是 我有特別說 我想要試試看Gramo Bike 因為在台灣Gramo Bike 試這麼多 然後我也沒有騎過 所以這次剛好有這個機會可以試試看 他們新的型號 Gramo Bike 這個配色配得真好 經典 又不符 這樣應該超重的 因為所以我特別講到說 他的這個後三角這一塊是用的 有彈性一點 比較軟 加油 加油 他們現在手上拿的球就是 對 九位師傅 大家知道是太北 沒辦法我們走四個太北 我喜歡咖啡 所以就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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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咖啡師傅 Kembo 煙 剛剛設計師說 我們今天要騎的Como 就是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圖形 其實是 是山的情況 然後我們今天要騎的Como 就是在這邊 然後還有兩座城 好期待喔 可以看到Como 我們今天要去的這個Como Lake 是一個位在瑞士阿拉貝斯山 腳下的一個冰鞋 超巨大的冰鞋 聽說這個地方 美得不真實 像一個夢幻的仙境一樣 是比義大利 威尼斯還更值得去的景點 所以非常期待 等一下可以在這個 仙境般的湖泊旁邊騎車 今天陽光陣 我們剛剛坐了 大概一個小時的車 從米蘭來到 Lake Como 幹 剛剛一直想車 上工啦 各位 換衣服 騎車 shoes 全副武裝啦 在歐洲騎車 東裝穿的就好合理 Live's short When you don't pay attention I needn't t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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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 Mateau長大的地方 他說他小時候 我45歲就常來這個地方 騎車 然後他應該好滿的 超美的一個地方 今天的騎乘除了跟 Mateau以外 還有跟一位 Passo Nii很重要的貴客 這個貴客先生呢 就是旁邊那位 他灰色的呢 他總共有9台Passo Nii 他昨天來訂的第10台Passo Nii 就是對 Passo Nii非常非常熱愛的一位車友 這邊的照片 隨便拍 都是明信片等級 1台Passo Nii 謝謝 1台Passo Nii 2台Passo Nii 3台Passo Nii 拿出這次旅行 特別準備的Insta360 記錄出你來不及記錄到的事情 我剛剛這樣騎過來發現 哇靠 我有好多教堂 很古色古像的道路都沒有看到 所以我現在就決定拿出山路人 來記錄一下 在義大利的這個單車子 太美了 就很像騎在那種電影場景 那邊的房子非常非常貴 一棟都差不多 只要是湖邊的房子 一棟都差不多一億多 這邊也是很多人騎腳踏車的地方 我沿路都能看到很多人騎腳踏車 哇你看你看 非常推薦就是有來義大利愛騎車的車友們 然後我想說 馬跳在後面我等他一下好了 結果一等他直接來一個暴力抽車 然後我就完全回海放 義大利的車友也不可信 好我們到達這個 那是終點啦 就是今天的終點 我們要爬上來 然後看現在的view多好 他們有說就是 這個地方為什麼 為什麼前叉會用這個地方 那個地形去坐這個檢查是因為 Matteo他成長的地方 他長大的地方 然後這也是他們 在米蘭做Pasoni 然後幾乎都在這邊騎車 所以就覺得有點像是我們陽明山啦 讓這台車再更別距離一點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像陽明山一樣 其實我覺得 義大利的車友也是超友善的 就是沿路不管他看 他認不認識我也是 跟台灣一樣就是會打招呼 去到我這樣 很棒的約起啦 很舒服 騎在電影裡面的感覺 超爽的 那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究竟單車旅拍的相機 該怎麼準備呢 首先 如果你是很講求影片 照片拍出來的畫質跟色彩 我還是必須誠實的說 攝影師加相機 甚至是再加上一台保姆車跟拍 會是最好的選擇 就像我的這支影片 因為是放在公司的頻道 所以大部分的畫面也都是這樣拍的 但是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上拍需求 如果今天我們只是純粹想 進入個人的Cycling Live 或是拍最近崛起的IG Reels 跟Youtube Shorts 那我們最好考量的點 應該就是 要方便攜帶 且在拍攝的當下 可以專心的享受汽車 所以根據我們的經驗 嘗試過使用單眼 GoPro 12 跟 Instagram 360 X3 等等的相機來拍攝 我會最推薦你 Instagram 360 X3 加上手機 會是最方便也最省錢的組合 對你沒聽錯就是手機 而GoPro或是其他同類型的運動相機 對單車旅拍來說 則是有了會更好的加分選項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們先來聊聊手機的部分 單車旅拍 我們常常會拍一些風景 跟旁邊車友說話 又或是在鏡頭前面自言自語的畫面 而手機相比於所有的運動相機 具有可變焦 畫質色彩更好 而且你出門一定會帶著特性 所以如果你在騎乘中 有一定自信可以拿完手機 那單車旅拍其實有大概六七成以上的畫面 只要一支手機就可以處理完成 尤其是講話拍風景和停下來休息吃喝的畫面 但是手機的確定也很明顯 就是不小心手滑的話 我心比手機還要更遂 所以如果你在車上會頻繁拿出手機來拍的人 我還是建議多一台GoPro或是S系列的相機 往上手部晚帶會是更加分的選擇 那聊完正常的拍攝畫面 接下來就是很多運動相機沒有辦法呈現的幾層畫面了 而我之所以會選擇 Insta360 X3 是因為它的用法真的是太廣泛了 除了隱形自拍感可以一個人就拍出第三輪針視角以外 X3 獨特的全景拍攝方式還可以讓你先拍後撿 並因為要思考構圖而無法專注在騎乘當下 甚至釀成危險 並且旅行回家後 影片還可以直接交給 Insta360 強大的 AI 功能協助剪輯 一鍵就可以套用你喜歡的影片模板速速搞定 那最後一個就我目前所知 沒有任何單車YouTuber 講到的 也就是 Insta360 的摩托車配件放到單車上面超級好用 比如說像摩托車配件套裝 或是我自己改裝的特殊配件 那有了這些秘密武器 我就可以盡情發揮我的創意 把X3 加在單車上各種不一樣的角度 來拍出像這樣、這樣和這樣的獨特騎乘視角 輕鬆增加你影片的衝擊性和吸睛度 所以綜合以上原因 如果你用我單車旅拍 硬要選一台運動相機帶出門的話 那我會選擇帶上我的手機 加上Insta360 X3 希望我的經驗有幫助到你 那當然這支影片只是潛談單車運動相機的選擇 至於實際該怎麼拍攝或是後製剪輯的技巧等等 如果你對單車攝影教學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或是你還有其他問題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